Maker 教育 近來Maker 這個概念席卷全球 中文稱為製造者或者創客 如今已被應用在多個領域 不過到底如何被應用在教育上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Maker 教育簡單的來說 就是一群人他對做東西有興趣 聚在一起 他們喜歡用工具用材料 做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或者是他們有興趣的東西 那這群人聚在一起就是所謂的Maker 就是創客 學生就能夠製造出各種產品 還能販賣給大眾 推廣製造精神 由教育部規劃的製造教育舟 在士林科教館熱鬧登場 要實現夢想 不只要有想法 這要有手法 Maker 這個概念吸引許多小朋友前來 當三公尺高的直創金剛出現 立刻吸引眾人目光 現場也有許多家長帶著小孩 一起來體驗手作的樂趣 從工業設計 互動科技 直到結合服裝與多媒體的演出 Maker 跨足更欲無所不包 以現在這個來講就是我認為說 Maker 的好處在於說 你可以動手實作 然後你從錯誤中去學習 因為他講求的不是以往的給你正確的資訊 而是提供大量的資源讓你去使用 所以我認為說好處就在於 我們從中可以學習到許多事情 然後也可以說藉此提高自己的創造力 透過Maker 精神 學生能利用廢氣硬碟改裝眼磨機 或自己組合七彩虹燈 創客精神在生活隨處可見 其他的生活的課程 都要用動手實作的精神 親自地去感受那個知識的意義跟價值 透過那個學習 讓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間 有更多更多的成長 我想這個也是符合在21世紀 我們對於教育的基本的裡面 以前在東華大學教書的時候 因為要去買火車票 那時候沒有辦法預約 那要排隊排兩三個鐘頭 才能買到票 於是我就跟我的學生說 好 那我就教你們做摺疊椅 那以後你去坐火車 你即使買戰票也沒關係 你就帶著這個摺疊椅 你就可以搭火車 我們台灣未來的教育呢 怎麼樣去培養學生在Maker裡面 然後呢 培養他們比較高度的創意設計能力 他的創新能力 我想培養我們未來人力的一個軟實力 那怎麼樣讓我們的未來的下一代 更具有創業能力跟創新能力 我想這個對於我們國家整體的產業發展 甚至經濟發展都會非常具有很大的一個影響力 從師大生活團隊到科教館的創客展覽 如今Maker精神已從大型創意的發想 擴散到日常生活的各種應用 而面對這步潮流 我們要思考的是 台灣如何整合各產業的技術 並結合Maker教育的優勢 只要掌握到關鍵 台灣的軟實力在世界中年發光發熱 校園記者邱文怡 吳思蓮 陳凱欣 專題報導 最後一周 我們在研究中 否則 我們在研究中 在研究中 我們到達後 我們來做了 我們來做這幾個年 我們要來做